我不太喜歡離別吧 其實特別不想在很多人面前哭這樣 因為我確切地知道 人生一定不會很圓滿 看到之前的時候我會交流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我們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支持我們 就是希望自己的實力越來越好吧 就是可以綁護那些在乎我的人 很多人都想我贏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不太想贏 這麼早就這麼成名 會有好多好多的人去幫你 設想你該走的路 如果選擇的是他們沒有希望的 有衝突的好像對不起他們 很多人會失望吧 這次沒有伴奏所以唱得比較久 大家千萬不要嫌棄 我不想辜負喜歡我的人 也不想違背自己的內心 我當然有缺陷 我當然有比你不足的地方 我還是我 就我把我自己表達出來就好了 之後去參賽 然後每次都會這樣被刷下來 就是其實心中也是會有很多疑惑的 評審們別人心我不行 沒有沒有有這個感情 我覺得這應該就好了 這個後面有多了 我們都會把他放在一起 我看不出任何的破綻 說是這個人的特定名字 是嗎 表演藝術跟音樂的一些藝術 他們是相通的 我覺得就像我的左寶右皮一樣 就都會去努力地去鍛鍊 一個音樂是我從來的夢想 表演的是是我現階段 可能是就是要去學習的一個事情 就可能以前看到就會有點難過 然後現在就是慢慢就覺得 就是受到大家這樣質疑 被諷刺 這樣就是偶像工作的一部分 故意的 開車 開車 受到傷害你不要想著去傷害別人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做到的 他非常棒 但是他非常棒 其實棒到而連我都很驚訝 他用功 而且靈性極高 我覺得他對自己音樂的看法 有自己的執著 認真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有天賦 還有第三個我覺得用心 他是一個對自己的那個責任性 還是強的一個天性的性 老凱是一個不太會更多的說 和語言交流或者是什麼樣的男生 但是他把所有事情都看在眼裡 這個男孩子是有多喜情的 所以你覺得我能不照顧他嗎 能不對他好嗎 從來 不尋找他 我只нибудь得跟他 我只想什麼 北拉英文 我愛你